大家好,这边是原创娱乐的电影解说频道 开始前想编想先问大家对于现在男女平权有什么看法 现今的社会男性与女性之间真的取得平衡了吗?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电影就是由凯撒奖领导 马丁·波沃斯所制造的法国喜剧电影《完美交情养成班》 这部电影在今年上映 疫情严峻的情况下也在法国荣登山中票房冠军 也是非常不容易 时空背景设定在1967年的法国 先跟大家简单的叙述一下 当时的法国是个非常保守的社会 同性恋患法、女权低落、女性上班不能穿裤子 已婚妇女到银行开户需要经过丈夫的同意 验尸节目及新闻要经过审查 工人不受保障 是个相当封闭的时期 故事就发生在阿尔萨斯这个地区 女主角波莱特·凡德贝是一位优雅首得的校长夫人 与他的丈夫罗伯凡德贝开设了一所家政学校 目标就是训练年轻女孩成为完美的妻子 电影开头是一名修女嚷嚷入学的女孩中有位是红发 在欧洲文化里红发便是不幸的象征 在16、17世纪其实更是达到巅峰 而这天也就是女孩们的开学日 校长夫人打发修女后 马上提到这是一所非常严谨且端庄的学校 并告诉学生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位好妻子的七个原则 第一点是陪伴丈夫忘睡自我 贴心保持好心情 这边提到如果媳妇和婆婆都知道要当个好妻子 家庭的破碎就会少一点 连动到整个社会也会更安稳 世界也会更美好 这边听下来好像有点道理 第二点也就是基本的老板家务事 第三则是要负责管控家计 开源节流 但不能把自己摆在第一位 完美妻子是来省钱不是花钱的 听到这边一对妈妈应该白眼到后脑少了吧 第四点是担任全家人的健康小天使 守护家人健康 才能守护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及名望 怎么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啊 第五点要当最早起集最晚睡的人 还不能连续两天穿一样的衣服 保持整洁才能维持最重要的家庭精神 第六点是完美主妇必须避免各种能喝酒的情况 如果丈夫刚好是个酒鬼 必须正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后就是告诉大家不管有多辛苦为了家庭做就对了 孩子们努力吧 这间学校除了校长罗伯跟校长夫人波莱特外 还有两名老师负责上课 一位是罗伯的妹妹吉辈 她也是这部电影的天兵角色 她负责担任女孩们的厨房讲师 另一位则是曾经是反抗军的玛丽泰斯 也就是一开始的修女 玛丽负责招导打扫及住床在学生旁边管理学生 这边学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一开始教着口香糖被点名的福克斯 家中经营着一间咖啡馆 他总爱顶嘴讲一些禁忌的话题 上课时很直接地发表他不婚宣言的得度帮 总是胆小没有自信的齐格勒 还有已有婚约等着结婚的红发女孩柯玲 然后在顺利地进行第一天的课程后 晚上玛丽泰斯指责了得度帮穿睡衣 而不是睡跑 在学生们上厕所的时候 偷偷到柯玲的床筒地上十字架 当晚也从凡德贝先生的报纸中 发现了法国学运当时正在进行中 带出当时的时空背景 隔天的刺秀课 玛丽又针对了得度榜 为何不是刺上自己名字的缩写 而是刺了个C 她则回答是刺上她喜欢的人的名字 也在这边留了个小伏笔 修女马上说道 对他们来说婚姻才是最重要的 爱情是其次 不然就只能孤老终生 接下来也是继续上课 女主角在这边先秀了一个倒茶的优雅操作 之后则是跟吉贝烹煮当天的晚餐 要做凡德贝先生最爱吃的兔肉 做到一半发现忘记采养育了 是微小伙伴立马出发执行采育的任务 这时遇到校长夫人以及修女 在听他们唠叨的同时 德杜邦发现柯林在流鼻血 赶快带她去清洗 然后再情不自禁的清了一下 柯林推开她后画面也转到晚餐时间 在女孩们还在闲聊时突然一声大叫 凡德贝先生噎到后一路跑出去 也在最后是无力回天正式领便当 众人一起参加了告别室 这边福克斯先跟路过的小帅哥 眉来眼去一下 结束后四位女孩来到福克斯家的咖啡厅 一起收听广播聊着私密的话题抽着烟 在他们听着音乐跳舞时 德杜邦又再次对柯林进攻 柯林则是逃离现场留下满头问号的大家 画面转回学校 老师们在帮校长整理遗物时 波莱特才在抽屉发现 先生因为赌博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务 也看几只产 赶紧来到银行寻求帮助 没想到却也遇见了初恋情人格努瓦 格努瓦认出波莱特后马上思约他希望两人能够复合 在波莱特的想法 他一生只能是罗伯的妻子 对于这样的要求一开始是完全不能接受 而他在他们的谈话中 坦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答应魂斥 心里也是一直放不下他的初恋情人 时间来到晚上 今天是个骚动的夜晚 福克斯为了密会男友偷偷跑出学校 也献出初夜 德杜邦则是来到柯林的床边 问他是否愿意和他一起远走高飞 吉贝则是写了一整页的告白信要拿给格努瓦 准备要告诉波莱特情都出开的小秘密 波莱特先生夺人拿出自己刚买的裤子 表示学校体制需要有一些改变 不久后听到枪声 原来是福克斯回来了 也被玛丽以为是小偷 波莱特叫了两人来到办公室 没收玛丽的枪后 波莱特与福克斯谈话 福克斯表示自己不想一辈子 关在家里受男人之食 更不想成为和波莱特一样的人 这时其他女孩在寝室玩枕头大战 柯林偷偷拉了德度帮出来 并回答愿意和他一直在一起 另外一对 波莱特则是抱着矛盾的心情 偷偷跟初恋情人约会 这天 凡得被学校准备到巴黎 参加一个家政竞赛 而先上了电视节目 录制到一半 大家才发现七个乐不见了 才发现 他被父母要求 他年纪大到都能当自己爸爸的人 结婚准备寻思 这件事也让波莱特大受打击 决定自己不要再让他的学生和自己不爱的人结婚 这时候初恋情人也因为找不到波莱特偷偷跑来学校找他 他告诉波莱特他会把他补袜子 跟他结婚不需要成为他的奴隶 吉贝也透过门口发现了波莱特跟格努瓦的关系 毅然决然减去长发 并且祝福波莱特 隔天反得被学校准备出发巴黎参加青赛 没想到却因为示威游行进不了城 波莱特告诉他的学生 他也要参加这场游行 众人刹车开始高昌女性改革后的七个原则 故事也来到了结尾 整部电影幽默搞笑的部分不少 每个角色自己的分支故事也穿插在电影里头 让电影的节奏更为紧凑 现在我们只能透过电影才能知道 当时对女性的不公以及革命的伟大 如果还有想要看什么电影解说的话 麻烦在留言下面告诉小编我哦